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因为已经靠近国庆了 所以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来做一点特别的东西 就来讲一讲马来西亚的图腾 也就是最能够代表马来西亚的车款 首先第一期的节目我们就会讲一讲这个 Pro Duo 的 Myvi 在 2000 年之后呢 Pro Duo Myvi 就成为了马来西亚新一代的国名车 那么这款车的历史跟这款车是怎么来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这一款车的一些历史跟一些细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在 Pro Duo Myvi 发布之前呢 除了 Rooster 跟 Convara 两款比较另类的车型 Pro Duo 的车款轻易色都是 K-Car 或者是 Air Segment 例如讲 660 的 Pro Duo Country 然后 Canary 还有 Kelisa 其实都是小型的车款 一直到 Pro Duo Myvi 出现呢 他们才算是进军了这个 B Segment 的市场 第一代的 Myvi 是在 2005 年发布 当时的 Pro Duo 对这款车其实他们的销售信心也没有很大啦 他们也只是 set 下一个 Target 就是每个月 4,000 辆 可是这款车在发布之后就包单 短短时间内他们就接获了 5,4000 张订单 这个是为了什么 这个跟当时的这个环境因素有关系 首先呢当时油价大涨 如果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朋友呢 应该都会发现到以前的 97 很便宜 然后突然间一夜暴涨 然后突然间跑一个 95 出来 95 替代了当时的地位 所以当时的 97 一下子涨到很高 所以当时的消费者大部分都是找省油的车款 而且 Myvi 发布的时候呢 它的空间表现确实让人很惊艳啦 讲真的在当时呢 你去找同级的 B Segment 车款 甚至是 C Segment 车款呢 里面的空间表现甚至没有 Myvi 宽敞 这个不是开玩笑 大家可以去找找同年代的车款去做一下对比 所以呢 它一发布就大受欢迎 一开始的 Prodo Myvi 呢 有两种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 1.0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 1.3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当然呢 这个自然进气引擎也就是一代名机 K3 V1 然后两者都是匹配四数的自拍变速箱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这 1.3 的版本呢 它的扭率调得非常非常的前面 虽然讲它的扭率表现只有 100 多 Nm 但是原厂让它设定在 3600 转就可以发挥 我说老实话啦 除了涡轮增加引擎以外呢 我是很少看到有自然进气引擎 可以让它的扭力在那么前面就发挥了 也因此第一代的 Myvi 开起来非常的轻快 所以就让消费者有一种感觉 嗯 这辆车的动力表现很不错 起步非常的轻 而且其实在那个年代呢 日系车都是喜欢用这种调校 所以开 Myvi 呢 实际上就有种开日系车的感觉 油力省油耐用 成为了它的代名词 值得一提的是 在Peroduo Myvi 出现之前呢 Peroduo 一直都是马来西亚市场的万年老二 可是因为 Myvi 的大热卖 所以Peroduo 就成为了马来西亚销售龙头 它们的第一名宝座呢 一直从当时延续到现在 所以它们已经当了第一名好多好多年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当年引进这款车的Peroduo CEO 它的名字叫做 Shiazina Abidin 然后之后它也跳槽了去 Proton 并且主导了当时的Persona 还有 Saga 的开发工作 也就是讲在那个年代呢 在马来西亚销售榜的第一名到第五名呢 车款基本上都是Shiazina Abidin 的作品 所以可以讲它主宰了马来西亚市场的半壁江山 第一代 Myvi 之所以能够热卖呢 除了我前面讲到的这个省油耐用 跟空间大之外 我个人觉得还有另外两个功能 一个就是配备 另外一个就是外观设计 配备的部分呢 Myvi 搭载了当时很多很少见的配备 例如讲ABS 还有蓝牙连接功能 我知道现在的你很难想象 但是在当年呢 这些配备呢 很少车款会提供 所以 Pro Duo 在那个时候就成为了 配备满满的代名词 然后另外呢 在外观设计的部分呢 第一代 Myvi SE 真的很运动化 真的很好看 就算也是放在现在来讲 它还是非常的帅气 另外呢 Pro Duo Myvi 在 Facelift 之后呢 它们也修改了 Myvi SE 的设计风格 让它变得更为摩登 这一点呢 就牢牢抓住了消费者 也让它成为了 去这个 Vira 跟 Saga 之后 马来西亚最畅销的国产车之一 虽然讲第一代的 Myvi 发布之后 创造了神话 它不仅带领 Pro Duo 成为了 马来西亚销售第一名 而且呢 这款车也非常的好卖 可是 Pro Duo 并没有固步自封 在2011 年的时候呢 Pro Duo 就推出了第二代的 Myvi 第二代的 Myvi 外观变得更为帅气 而且更为年轻化 至于它的内装也是我们觉得 目前呢 Myvi 家族里面最好看的内装 而且同样的 它也导入了非常多的配备 一开始的第二代 Myvi 呢 它们取消了 1.0 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仅仅保留 1.3 公升的版本 并且配备五速手拍 跟四速的自拍变速箱 而且呢 它们的广告非常的接地气 第二代 Myvi 的广告宣传标语是 Luggy Bass 之后呢 它们又推出了 1.5 的版本 而且一直沿用至今 这个 1.5 的版本 它的这个宣传标语更加直接 Luggy Power Luggy Bass 所以这个很接地气的广告呢 就打入了年轻人的心目中 因此呢 那个时候第二代的 Myvi 销售真的是非常的惊人 它们创到了单约 1万1000辆的销售成绩 要知道 1万1000辆在马来西亚这个小市场呢 是非常难得的 在中国 这个一年可以销售2800万辆的市场呢 一个车型 一个月卖到1万辆 表现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但是Myvi 在马来西亚竟然可以创下这个成绩 而且除此之外呢 当时的Myvi 还有一个主打点 就是性能 因为它的车子非常轻 还不到1000公斤 然后 1.5 的版本 配上武术的手牌呢 根据官方的数据 它的0-100加速需要9.8秒 同样的 在目前来讲 你看到9.8秒的0-100加速 感觉好像不是很强 可是你要知道 在当年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涡轮增加引擎 然后很多的欧系品牌呢 都还在使用自然进行引擎 因此它的加速表现在当时确实是可圈可点的 我觉得呢 Myvi 这个国民小钢炮的调侃外号呢 也是从第二代的Myvi开始 而且第二代的Myvi 确实卖得非常的好 就算是现在你还会看到 非常多第一帮的第二代Myvi在路上行驶 而且呢 讲到配备的部分 1.5 的版本 竟然还导入了这个触屏主机 这个在当时所有的这款都会是非常非常烧见的 触屏主机哦 在当年哦 2015年的时候 Myvi 推出了第二代的小改款车型 这一代的小改款叫做Icon 可是对比第二代的Pre-Facelift 也就是小改款之前的车型呢 其实有一点点Card Cost啊 一路讲1.3 的版本 没有了Projector 然后那一桩也是肉眼可见的 变得可能没有那么有质感 这个就是没有竞争的关系 因此呢 我们可以讲它是摆烂啦 但是第二代的Myvi呢 还是凭借着Myvi原本良好的名声呢 跟这个省油耐用的卖点卖得非常的好 而且第二代的Myvi呢 一直从2011年卖到了2017年 而在2017年呢 Myvi最大的歌星来的 它就是第三代的Myvi车型 2017年的年尾呢 Projector 正式发布了第三代的Myvi 其实在第三代Myvi上市之前呢 Projector 也卖了很多官司 例如讲他们讲 Projector 的继承者可能不叫Myvi啦 然后甚至连外观设计 从来都没有曝光过 一直到它的这个预览活动展开过后 全部人都惊待的 我前面有讲到第一代Myvi 跟第二代Myvi 在小改款之前呢 他们有一个卖点就是配备 可是后来因为Proton加入内卷 因此导致了Projector 的配备 在当时就变得非常的阳春 所以在第三代的Myvi呢 他们给了消费者很大很大的进行 首先第一点就是全车系 都配备了LED的头灯组 就算你买到最入门的版本 它都给你LED 然后第二点就是全车系 配备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跟斜坡起步辅助系统 这一点也是当时的车款比较少见的 然后呢1.3的版本呢 拥有4个气囊 1.5的版本直接给到你6个气囊 而且最顶级的版本它搭载了ASX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ADAS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具备了这个自动紧急刹车 前方撞击液晶等等的功能 至于在引擎的部分呢 它同样也有巨大的提升 原本的1.3公升跟1.5公升引擎呢 全部退役更换了全新的1.3公升 罗维VTi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这个1.5公升的罗维VTi自然进气引擎 虽然在引擎的调校部分 没有第一代跟第二代那么灵敏 但是这一代主打省油 而且我自己开过这台车 它是真的省油 就算是时常塞车的四驱路段呢 它的4AT版本依旧可以拿到 13km per liter的惊人油耗 第三代的MyVid在配备在设计上面 给了消费者成了很大的进行 但是第三代的MyVid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要吐槽的点啊 这一代的MyVid呢 它的内装质感同样肉眼可见的降低 尤其是对比第二代小改款前的车型 真的是田园之别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第三代的MyVid 对比第一代跟第二代车型 它的空间表现很明显的变小了 这个可能是原厂的策略问题 所以才让它的空间变小 但是依然无阻这款车成为马来西亚热销的车型 其实在这个第三代MyVid发布之前呢 它的马来西亚销售第一包座 已经被它的弟弟Azia给取代 但是在第三代MyVid发布之后呢 它就强势拿回了它的龙头宝座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Pro Duo MyVid第三代的发布呢 对于Pro Duo来讲是一个跨越式的里程碑 因为它是第二款Pro Duo完全自主研发的车型 在第一代的MyVid跟第二代MyVid呢 它们是贴牌着DAIASU的BOND 但是呢 这一代它们采用DAIASU的技术进行了自主研发 而且现在在印尼贩售的DAIASU CERION 其实也是贴牌着MyVid 而再也不是Pro Duo贴牌着Toyota 那么第一款Pro Duo自主研发的车款是谁 你知道吗?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第三代的MyVid配备满满 销售也很出色 但是它的小改款一直到了2021年的年末才推出 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导致了原厂没有办法推出新车 但是呢 这个第三代MyVid的小改款呢 它发布之后依旧还是给了消费者很大的进行 首先呢 虽然它的引擎维持一样 但是它的4AT变速箱变成了DCVT变速箱 让它的加速表现更为出色 官方的数据 1.5的版本 0到100加速 10.2秒 在目前这个价位的车子里面 你要找到一款加速比它快车子 已经很少了 然后这些都还是小菜 真正的大绝招是 这一次的MyVid呢 在这个Artax的功能上面进行了更大的升级 顶级的版本 除了有这个车道维持系统啊 还有这个前方撞击液晶灯灯之外 它还有主动式定速巡航 还有远近光灯 自动调节等等更为先进的功能 不夸张的讲 ProDuo MyVid是马来西亚市场最便宜 拥有ACC的车款 所以不用想了咯 这台车发布之后一样大卖 而且目前听说你订MyVid的话 等车要等三个月到六个月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这个ProDuo MyVid的销售成绩是多么的恐怖 从2005年的第一代MyVid 一直到了2022年的第三代MyVid呢 他们总计销售了接近200万辆 也是自Proton Saga之后第二畅销的过产车款 其实在第三代的这个车款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代ProDuo都在进步 从一开始的完全铁白到后来的参与研发 到后来的自主研发 加上这个配备的进步 可以看出ProDuo真的很懂马来西亚消费者的心 我相信大家应该会问 在2017年发布之后 现在已经2023年了 有没有全新一代MyVid的消息呢? 是有的 因为根据我们获得可靠的消息呢 全新一代MyVid的开发代号叫D01D 预计会在2025年的年初发布 至于目前还有什么特别 还有ProDuo会给我们什么惊喜呢? 我们暂时还不知道啦 但是以ProDuo一直以来的作风呢 第四代的MyVid应该会非常非常的有惊喜 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全新一代MyVid的消息的话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或者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以后有消息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 而且呢你不能否认的是自从2005年发布之后 ProDuo MyVid已经成为了马来西亚新一代的国民车象征 你可以不喜欢MyVid 你可以讨厌MyVid 但是你不能否认MyVid在马来西亚人的心目中 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 OK啦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讲到这边 大家会不会很想听前一代国民车Proton Saga的故事? 如果想的话 这个影片反映好了 我们下个礼拜就会为大家送上 所以大家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然后看我们的影片帮它的订阅冲高高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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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